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闻首先关注维新圣教分寺道场社会服务报导 本周主题关于助念服务以及洋宅勘场 一起参与服务的过程 维新圣教高雄道场起获功德会会员钟师姐的申请 为慈母往生助念 高雄道场范贝同休八日下午与道场集合后 在范贝班班长欧贤士及副班长林贤士带领下 焚香上禀玉皇大天尊 老祖师尊 西方三圣以及中华三祖 祈求路途平安后来到殡仪馆会场 依法仪请家属焚香向王者禀报 请王者能万元放下 随着大家一起诵经 在聚聚的佛号声中 跟随着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大众恭送佛说阿弥陀经一部 并恭念往生净土助念祭文 为新规源进行三规一 一切功德回向后圆满 另外 钢山道场远离法师 十日应高雄路竹区苏贤士离请 前往其家宅进行勘查 法师于行前依法先行用意 粘查其洋宅集凶 祖灵供奉是否得宜等先行了解 十日上午来到苏贤士宅地 原理法师仔细检视屋宅前前后后 里里外外 并针对家中不如法部分 建议苏贤士如法改善 例如 瓦斯鲁紧靠着厕所浴室 小孩书桌摆设方式 卧室内摆放电脑 及衣柜边角充设床位等 皆是不如法处 需如法改善 原理法师也为苏贤士祖灵排位位置细刊 除了相冲问题需解决外 尚有倒房工及其他灵界求度问题 皆一一指示苏贤士应如何处理 如法完善 对于屋外环境来相冲克 法师也建议安静及种植来化解 苏贤士赞叹老祖师尊庙法玄妙 也感谢原理法师协助勘察 整治住宅 让其能够居住平安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世界和平原点台中到场 一年有两次全面性的清晨 大扫除活动 皆遵循宗主混原禅师教导 首先 以张贴榜文告示 像蚂蚁 蜘蛛 虫类 冤飞软动 事先通告 因动物皆有灵性 皆是一个宝贵的生命 目的是希望让动物们 及早避开当日的扫除活动 避免受伤 在大扫除的活动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新兴宗教 台湾维新圣教 有趣的文化 并感受到王禅老祖的慈悲 维新圣教台中道场 13日进行年中清晨打扫活动 各单位办公同仁 及各班级上课学员 均于上午来到道场进行大扫除 扫除累积半年的尘埃 让道场气象一新 荣光焕发 台中道场住持 原艺法师 召集各上课班级学员 分配打扫区域 从八楼老祖殿到地下停车场 每一层都有人负责清理 一楼太极天广场 更搭起阴架 方便学员们清扫擦拭高处 太极天广场的老祖圣像 也有专人搭起梯子 从头到脚擦拭清洁 让老祖圣像恢复光亮清洁 同休闲市 以虔诚的心 分工合作 通力来完成这项打扫工作 各楼层区域打扫的人员 也都认真负责地 将每一个细小的地方 清理干净 无论是老祖殿内外 走廊厕所 教室内外等处 窗帘楼台 天花地板 书柜书桌等 进阶打扫清理 包括道场大门 及广场前的花花草草 也都由闲市同休 负责修剪清理 闲市同休们都尽心尽力地 完成清洁工作 有的同休 全家大小全部出洞 一起投入大扫除 大家带着欢喜心 共同为道场环境的整洁来付出 虽然是忙碌了一天 心中却获得无限法喜 维新记者杨雅婷 台中道场报道 本周中门法会活动讯息 带您关心 8月6日台南道场 齐安消灾药师法会的情形 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维新圣教台南道场 于8月6日 由住持原姓法师 继范拜同休闲事 带领和会信众大德 礼拜药师宝灿 旗见齐安消灾药师法会 奉送药师宝灿 及阿弥陀经 祈求大慈大悲 药师流离光如来 王禅老祖大天尊 33天玉皇大帝 诸圣神先佛菩萨 加持重等 消灾解恶 佛光普照 有难者灾难不清 重建光明好修行 原姓法师 其请诸佛菩萨 加持净水 以净水 为同休闲事们洒净 祈愿同休闲事 身体无碍 法仪庄严书胜 同修们 恭禀 鼎礼药师宝灿 其安消灾文书 并跟随 范拜诵经同修 一同诵经礼灿 以赤诚之心 其请药师佛 及诸天圣神佛菩萨 加持正名 灿悔往昔 无名造作业力 消解冤业 同正菩提 原姓法师 在法会圆满后 除了感谢 范拜班同修 为了这场法会 努力不懈地演练 来圆满法会 也以感恩报恩 来勉励同修们 每逢润月 或大生孝年 如属牛 龙 狗 羊年 依传统习俗 嫁出去的女儿 需买猪脚面线 给娘家的父母添寿 祝福他们 长命百岁 今年为润六月 今日我们以此 恭送宝灿功德 回向家中父母 身体健康 宗主混元禅师 身体健康 维新记者 郑兆玄 薛惠芳 台南道场报道 在维新电视台 Facebook官网 以及LINE官网 星期一到星期六 中午12点 由一知行者 混元禅师 提供大家 每天五分钟 让您掌握平安与 幸福的专题影片 将一经风水 结合每日生活 传递实用的妙法智慧 给大家 内容简明易懂 广受喜爱 使各行各业的 相亲朋友 进入生活化 一经风水的 学习殿堂 让我们进入 台南永康地区 一经风水 初级四班 于8月7日 正式开课的报道 台南道场 原信法师 7日在台南永康 开设一经风水学 永康初级四班课程 广邀台南永康地区的 相亲朋友 善信大德 一同来学习 一经风水学新法 推动大家 学习经的社会教育 同时达到家家平安 国家社会 建太平的目的 开课典礼 在原信法师 主持下进行 报名参加上课者 十分踊跃 大家都希望 能够来此学习 一例几例人的妙法 学习正法 让自己智慧得开 能够知道 如何正确 来处理生活中的事物 不会悟性悟行 而导致事情 不可收拾 同时也希望 能够运用 一经风水学的妙法 帮助自己 帮助家人 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能够平安 大家平安快乐 自己也得到快乐喜悦 我是想说 我是免成说 在我年前 我就到 我跟那班纪看过 真的哦 对 刚刚我 那个江苏小朋友 在这弹曲 算的话 那我们进 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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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来 这边学习 我是 之前 看过事务的 这个台式 一间 风水 天命官 然后跟我家的师兄 因为我看 他这个习惯的话 也会习惯 然后我 我师兄弟来说 他现在 我们来 过来 这么习 维新记者 陈宗南 言诚如台南报道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世界新兴宗教 台湾 同样是开课讯息 我们一起参与 淡水道场 社区红法二班 8月7日 正式开课的情形 维新圣教淡水道场 7日 由原层讲师 担任授课 开设淡水道场 社区红法二班课程 家会淡水地区 详情大众 让大家都能学得 生活中最实用的妙法 可以立即运用在实际生活 改善自己的居家环境 让生活平安 工作顺利 为了方便社会大众 白天的时间来上课 接法德平安 淡水道场 社区红法班 特别开设 日间红法班 宜兰道场 住持 原会法师 与原招讲师 街道场祝贺 开班顺利 法轮长转 社区红法班课程 完全免费 使宗主 魂元禅师 遵天法旨 会使更多大众 能够接触 一经风水妙法 指示门家 法讲师弟子 于各地开设 广为传播 欢迎乡亲大众 一起来学习妙法 保自己平安 也能帮助亲朋好友 原会法师 致辞时表示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一直在告诉我们 说 现在有这个散发 有一个这么好的话 但是 你如果我过来 你永远得不到 所以 不管 他跟我们队友的情形 远温如无 就是当下力行 你有机会 就不要放弃 所以你们今天 有人进到中门 来学习洋载后学习 这是最直接的 本班授课日期 自8月7日起 至10月16日 每月第一 三周的周一上课 欢迎淡水地区 有缘相亲 大家来学习精 家庭圆满 心安宁 维新记者高昭阳 淡水道场报导 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易经风水初级班 正旗班 依据课程所需 不定期的举办 户外教学行程 目的为避免 纸上谈兵 希望能增进 美味同修 灵活运用 课堂所学的能力 实践知行合一 户外教学目前包括 参访分寺道场 台湾各种庙宇建设 各行业公司 工厂 或是山川景区等等 本周有两则 户外教学报导 首先 让我们了解 台南道场初级15班 户外教学的行程 维新圣教台南道场 易经风水初级15班同修 12日由授课老师 原信法师带领进行户外教学 原信法师带领一行 前往参与礼贤士同修 开设至露营区 进行动土仪式 并参访 关子岭 坎顶 福安宫 紫云寺 大仙寺 等庙宇佛寺 为同修们讲解其地理风水形式 同修贤士们 无不丰收满满充满法喜 李贤士露营区 依照维新圣教庙法谱传 动土法仪 于日前 在四方张贴榜文 告诸五音十类 游魂株林 当天集备妥香 花 果 钻 净水 盐米等法仪 一应用品 原信法师主持仪式 以净水 盐米 洒进动土区域 同修贤士也都帮忙仪式进行 李贤士 持金铲破土 动土仪式圆满结束 原信法师也带领同修 参访台南白河地区的大仙寺 为同修们讲述其地理形式 其门前明堂广阔 以及正在兴建的大殿等 并带领同修礼拜观世音菩萨 一来到坎顶福安宫 观察其坐山来迈等 还有紫云寺后的丸头山形 一一与课堂中讲述的 风水法则相呼应 让同修们有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的感叹 维新记者薛惠芳 台南报道 接下来是维新圣教基隆道场 8月13日由住持元堂法师规划行程 带领同修前往系纸与阳明山户外教学 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基隆道场元堂法师 13日带领同修前往系纸大尖山 及阳明山小游坑等地 进行户外风水地理教学 青山绿水原是如来最上禅 风水学研究山川灵气的聚散旺傻 课堂的讲授 必须配合实际勘察山川形态 才能一一契合 了解明白 不至于有闭门造居之遗憾 元堂法师一早带领着学员们 由基隆道场出发 来到系纸大尖山 元堂法师为同修们 讲解大尖山一带的山水鸾头形式 以及骑上一贯到道场的风水地理 同修们身在美丽如画的景色中 聆听法师解说山川风水的奇妙 皆赞叹天地自然的伟大奥妙 接近中午时分 一行人来到阳明山小游坑观景台 元堂法师为贤士同修们 讲解浮水莲花宝地的地理 以及金师朝拜的鸾头形式 山川形式美不生收 同修们大赞不需此行 也更加坚定要将一经风水学学好 更精进修习妙法 晚上法师与同修贤士共同聚三 圆满一天户外教学学习风水课程 维京记者徐明镇新北报道 一经风水的教育在台湾大学生身上 落实扎根 广受好评 建筑相关科系专业领域的师长学生 接踊跃参与属其的密集课程 以下关于今年度建筑设计与风水 大专属其研修班 休业时间是在7月23日到8月31日 课程目前进行当中 让我们一起来参与了解大专生们 学习的情形 维新圣教学院专为建筑相关科系 大专生办理的建筑设计与风水 大专研修班 结合课堂讲授与实地参观教学 为培养未来建筑师 有风水学的概念 能够设计出居住平安的好房子 学院特地邀请各专业师资 及实际从业的知名建筑师 来为大专班学院讲授课程 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以建筑与风水学平安的基础为题 为大专学子们讲述风水学 在洋宅建筑设计的重要性 不但关系着居住者的平安 也关系着公司事业的经营顺遂与否 并勉励大专学子们 学好风水学及建筑设计 将来为大众打造平安的住所 同时还邀请林嘉正教授 讲授永续建筑的设计理念 许玉新教授的建筑 及都市设计讲座 陈真燕建筑师 以实际的校园运动中心规划设计案 来探讨校园融入自然 以及建国科大陈校长繁星 论述职业伦理的重要性 当然还有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的原品法师 原贤法师 原权法师 讲授各项风水法则的影响 罗盘的运用 以及分组实作讨论等 让大专学子们 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环境与人的关系 其变化与影响 对于人类的吉凶 以及维新圣教提倡风水法则 运用风水法则 来设计住宅建筑的必须性与重要性 维新记者游惠林 维新圣教学院报导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进入易经大学 学习易经风水 是不分宗教年龄与职业 人人都可自由加入 而宣誓的程序是借由一项仪式 让我们禀告天 地 祖先 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进而帮助他人的责任心与慈悲心 来面对未来24年的学习之路 8月13日 教务处长原奸法师 前往离港教室 为同修们补宣誓 奸誓的情形 一起来了解 易经大学教务处长原奸法师 13日南下屏东 为屏东离港教室 22届学员进行补宣誓仪式 并听取新教室建设状况 及教学推展情形 离港教室第22届闲室同修 因台风之故 未能前往仙佛寺 参加学员宣誓典礼 宗主慈悲 让各道场未能道场参加者 能在就近道场老祖座前 补行宣誓仪式 离港教室 袁秀讲师特别离请 总本山教务处原奸处长 代表宗主 立临离港新教室 为22届同修贤士监事 宣誓典礼于尚无举行 原奸法师先为大家说明 宣誓的殊胜意涵 仪式在处长及原奸讲师的 见证下圆满完成 随后 原奸讲师也向原奸法师 解说新教室目前的建设状况 以及离港地区 疫经风水学教学推动情形 让处长了解 原奸法师亦提供意见 建议离港教室 未来教学的发展方向 也期盼离港地区 未来能够大家都来学习 疫经风水妙法 维新记者张顺林 离港教室报导 接续关心分寺道场法务动态 9月21日到9月24日 湖内道场将举办成立九周年 其安消灾超度大法会 为实法会进行圆满 8月12日由住持原理法师 召集湖内道场 岗山道场闲事干部同修开会 讨论相关事宜 维新圣教湖内道场12日 由住持原理法师 召集湖内道场及岗山道场 常驻与干部同修 召开干部会议 会议由原理法师主持会 即将到来的湖内道场 9周年期安消灾超度大法会 进行筹备工作与协调分配 湖内道场将于 国立9月21日至24日 连续三天起见道场 9周年期安消灾超度大法会 为超度道场 辖内各府堂上列祖先灵 冤亲有缘及三界万灵等株灵 祈求圣神诸佛佛光加倍 辖内民养两立 一切平安圆满 原理法师及与会干部同修们 都很慎重看待法会 针对各项法务内容 包含相机组 服务组 普桌组 交通组等逐项讨论 将去年所发现的问题 提出讨论 广及重置 以求最大的圆满法会 法师同时鼓励干部同修们 要尽力带领学员 善知识们 同心同德尽心尽力 一起承担圆满各项法务工作 将殊胜功德回向给自己的 累世多生父母 眷亲 冤亲债主 有缘株林等 是最好的感恩 报恩 以身供养 维新记者林清兰 张秀平 湖内道场报导 请进入宗主 混缘禅师开示 维新禅语 世间有情无情 即是原生原灭 恶原生起时 在不利本宅的某一方位 出现了对本宅不利的建筑 巷道 物体 水池等 恶原灭尽时 在本宅的有利方位 又出现了注意本宅的 一切有情万物 于是生灭之间无有定数 此即人生无常 诸法无常 录自风水学的奥秘 世界新兴宗教 台湾维新圣教 拥有多元的 易经风水宗教文化 维新新闻必以传播之所能 与您分享 维新世界即时动态 感谢各位观众 收看今天的维新新闻 欢迎您在每周六 晚上7点30分 以及星期日早上7点30分 下午1点 准时在维新新闻相聚 祝福大家福会增长 平安健康 再会